另外要一个解决停车的问题是在武迪乡 船艺中心假日游客相当的多 常常有民众将车辆停在路边 造成道路旁执灾以及草坪严重的被破坏 还影响到交通的安全 所以新一员黄士超今天就办理会堪 请求解决的方法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是宜兰著名的景点 一年吸引120万人次到访 不过每逢假日游客众多 把园区内停车场全部停满的情况之下 游客就会把车停在路边 造成道路两旁的植栽跟草坪受到严重破坏 还影响到交通安全 所以先议员黄士超今天特别邀请相关单位 办理会堪寻求解决之道 两边的路面都有很多里客来围几千车 因为里客来找不到围 所以我们看到围就车到围 所以这几条在围在进口说到这大级漆检的 这个路边的钞 丝 丝终整整的都受到严重的破坏 如果如果根取得梁 Vicent的时候 如果根据任由 的钞竹已经弄得固畺畺畺畺畺 而且因为他这几千人 造成车的油煮停车 也把很多的路区都卡到伤痕 这个路区的行动 也都没法做到很好的行动 所以我们今天邀车 相关单位跟犯单位 来了解说 到底要怎么来恰恰 大车的还是重要的 这个理解车车的问题 经过各单位的讨论后 初步决定重低矮值灾 来防止民众停车 不过四驱工程处 投诚公务段表示 会将相关意见带回评估 最快三月底决定 全域中心前面这个地方 因为遇到驾驭的时候 这个游客车辆 都有这个违规停车的这个情形 那至于这个路速跟这个 直草已经被破坏的部分 我们会派员尽速做一个修复 那另外就是说 避免这个车辆 止路到这个草皮的部分 我们会回去研译 是不是设置这个快速复栏 或是一些直灾的部分 去做潮这方面的这个研议 至于警方也会在重要的假日期间 在这个路段加强劝导跟取缔 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不等 游客车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